针对机组员返台检疫疫情指挥中心拍板采取更严格管制措施 主要用疫苗接种来区分检疫天数 负责长程航班没打疫苗或是打了第一剂没满两周的人 到六月底必须遵守五加九 但从七月一号开始必须进行七加七措施 七天居家检疫完先做PCR检验 再执行七天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 14天是一个总管制期 然后当然全夫妻最长就这个时间 那这些相关的这些措施 那当然是因应就是说 最主要是要鼓励大家打疫苗 那针对有打过疫苗的做相对的一些放宽它的管制 第二种类别的机组员是接种第一剂疫苗满两周 但还没有完整保护力 六月底前执行三加十一 七月一号起改为五加九 只有完成接种两剂疫苗满两周 抗体检测为阳性的人 才可以只要七天自主健康管理 结束日做PCR检验 七加七是比较合乎一点道理 但是当然也不是最好的一个策略 不是家人比较好 因为你现在你有可能不是在七天就发病 你有可能是在十四天才发病 机组员检疫从原先的五加九放宽到三加十一 没多久就爆发华航诺富特饭店群聚感染 之后疫情烧向双倍到全台 因此不少人认为 这次本土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都源自于机组员检疫决策错误 指挥中心王阳捕捞 针对机组员加强检疫措施 只是正能对现阶段台湾本土疫情有多少帮助 还是个大问号 TVBS新闻谢谢林敏哲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天都还没亮市场就出现原潮 想买新鲜的运货就得占现在 但想抢先装备没带齐就不能进入 市场入口处市府警方宣导同步检查 不管摊伤开车进入还是采买的民众 只要少一样就不行 像这位女子被拦下时一度很慌张 因为忘记要戴手套面罩出门 这样就算违规 或是像这位白色上衣的男子 警察站在左右两边劝导好好配合 但他丝毫不停劝 走到一半情绪很激动 差点爆发冲突 这男子还想狡辩自己不清楚规定 这里是基隆坎丁在渔市 碰上端午连甲担心有限渊少 产发处警察以及砍载顶联姻会不敢大意 家派比平常多一倍的人力 针对这三天假期进行管制强力执法 以规定得像这样 面罩口罩以及手套 两罩一套 却一不可 少一样都不能进入渔市 光是13号这一天 总共就开出14张告发单 疫情严重要减少群聚 就怕端午连假期间 采买人多成为破口 基隆市府砍载顶 于是寄出高规格防疫 不知谈上落实决心 采买人的民众也不能疏忽 别谈吐个人方便 反而害疫情扩散 TV别喜欢刘欣贵 基隆报道